小炒黄牛肉 小炒黄牛肉 一道非常好吃的湖南菜 材料主要就是有 首先最重要的主角 牛肉 其次就是我們的配料 就是有紅辣椒 紅辣椒只有兩種 一種是紅尖椒 還有一種是紅海椒 紅海椒不會特別辣 紅尖椒就會辣一點 就大家個人喜好 還有就是湖南的現椒 還有芹菜、香菜 另外配料還有就是 蔥段、幾塊薑片、幾個蒜片 就齊全了 調料有 胡椒粉、鹽、香油 泡辣椒、蠔油 生抽 還有紅米酒 還有油 齊全 接下來我們處理一下配料 首先呢我們來切一下牛肉 牛肉 牛肉 牛肉呢 主要就是要切一下牛肉 牛肉呢 主要就是要逆著 看它的紋理在哪裡 看它的紋理是這樣 對吧 那我們就逆著它切 就那個牛肉分軟一些 預計切成大概一毫米的薄片就可以了 那牛肉 那牛肉我們就切好了 放在一旁 接下來呢我們切一下辣椒 根據大家會不會吃辣 會吃辣呢 就這樣切 因為這樣切的話 待會兒一片片會跟那個牛肉黏在一起 那像我不太會吃辣 只是喜歡吃辣味的話 那我就會斜著它切 斜著切再一條就很長 它就不會每一片都跟那牛肉黏在一起 辣椒我們就切好了 放在一旁備用 那接下來我們切一下這個芹菜段 切成一小段 一小段一小段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備用 再切一下香菜 主要分成兩半 葉子呢待會兒放在盆底 增加一下香味 這個梗呢就可以 就切斷一起炒 葉子那就放在一旁備用 梗呢一樣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備用 另外呢還有就是泡辣椒 主要是增加一下 雙辣味 把它切成一段段 泡辣椒也處理好了 接下來呢就是要醃一下牛肉 胡椒粉 蠔油 生抽 生抽 好然後把它抓勻 讓它入一下味 然後再加一點油 抓油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讓那個牛肉 一片片分開更滑一些 不會全部黏在一起 好牛肉我們就 處理好了 接下來就開炒 那我們首先呢開大火把鍋燒熱 燒熱之後呢 放小火一下油 我們首先要簡單滑一下牛肉 主要是要把牛肉滑到有個七成熟 開大火 在家裡就簡單滑一下就行了 在餐廳它可能就整個大油 烙一下油 那有個幾秒鐘有個七成熟就可以了 低火就可以把牛肉放出來 放在旁備用 然後呢開小火 把我們剛剛準備好的薑片 蒜片 放下去炒香腸 就用這個剩下的這一點點油就可以了 在家吃不要太大油 然後呢就把我們準備好的泡辣椒 放下去 辣椒也放下去 簡單的翻炒一下 翻炒個十來秒 簡單翻炒一下之後呢就關小火 把剛剛準備好的牛肉 倒下去 把剛剛剩下的林菜梗 倒下去 然後我們開始調味 滷一點點鹽 生抽 蠔油 香油 然後開大火 酒鹽的兩邊淋下去 然後快速翻炒 好 把剩下的香菜梗跟蔥倒下去 可以上菜了 一火 把剛剛剩下的香菜葉拿給我 放在底部 好上菜了 小炒黃牛肉 小炒黃牛肉 就做好了 開吃